经常有宝贝问up怎么画衣服褶皱 褶皱明明看起来很简单 好像随便画几条线条就ok了 但基本上画出来的褶皱都是这样的 感觉褶皱跟衣服没半毛钱关系 那么本期就来简单的讲一下 这种常见的衣服褶皱和如何运用好这些褶皱 褶皱可以分为以下这几种类型 一个受力点 有一个拉扯点作为顶点 布料就会呈现出这种放射性的直线褶皱 越接近顶点位置褶皱会越明显 就会产生这种迭代关系 当我们稍微旋转一下这个拉扯点时 褶皱就会受力产生这种螺旋状的曲线型 两个受力点型 但布料有两个拉扯点时 除了以上说到的放射性直线的褶皱外 两点之间松弛部分还会形成这种优线型的褶皱 如果是受到一个向下和向上挤压力的布料 则会出现这种杯形菱形或者水滴形的交叉型褶皱 但布料受到一个支撑力和挤压力 褶皱会以弯折点为基础产生这种放射型的曲线 当然布料要是被什么东西撑起来的话 则撑起来的部分不会产生褶皱 褶皱会产生在支撑部分的上方和下方区域 恭喜宝贝们已经知道了褶皱产生的原理 那么如何将这些褶皱实际运用起来 为了方便讲解 我们先画出一个简单的人物动态 首先是手臂 手臂的这个位置会受到一个支撑力和挤压力 就可以画出我们刚刚说的放射型的菱形或者水滴形的褶皱 做出这种交叉挤压的关系 注意褶皱要和衣服挤压之后 凸出来的部分显尖好 不然画出来的褶皱会很奇怪 衣服被胸部撑起来的话会形成一个固定点 然后在腰的位置受到一个拉扯力 产生沿着身体伸展方向的褶皱 手臂下垂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自然垂下的U型褶皱 裙子会因为人物扭劈劈时的作用力 再根据裙子周围的多个缝合点 画出这种螺旋的曲线褶皱 带有这种飘动的感觉 这样画出来的裙子会比较带感 人物也会显得更加的活力 宝贝们学飞了吗 那么本期的绘画小科普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打在评论上或是加我们的交流群 或许你的问题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